三十世家,管蔡世家,管书仙和蔡书渡都是周文王的儿子,周武王的弟弟,周武王异母同胞的兄弟共有诗人,他们的母亲名叫太四,是文王的正妻,他的长子是博弈考,以下依次是武王发,管书仙,周公弹,蔡书渡,曹书震夺,成书五或书处,康书峰,最小的是染记载, 十兄弟中只有武王发和周公弹得众才高,是辅助文王的左膀右臂,所以文王不立博异考,而立次子发为太子,文王去世后太子发即位,就是武王,博异考已经在这之前去世了,武王战胜因咒王,平定天下以后大封功臣和兄弟,于是把管的分封给书仙,把菜的分封给书渡, 并让二人坐骤子武庚陆父的乡,一起治理因族移民,把鲁帝分封给书弹,同时让书弹坐周王朝的像,故称周公,书镇夺风于曹帝,书武风于成帝,书楚风于霍帝,当时康书和冉记载年龄又小,因此未能受封,武王去世后,成王年又继位,周公弹掌握国家大权, 管书和菜书怀疑周公的作为不利于成王,于是扶持武庚一起叛乱,周公弹按成王旨意征伐叛军,诸展武庚,杀死管书而流放菜书,流放时只给了菜书时乘车和行徒欺世人魏随从, 又把南朝移民分为二部,宋帝一部分封给威子起,以延续阴代的祭祀,为了一部建立魏国,命康书做魏国国君,就是魏康书,又把冉的分封给记载,冉记,康书品行美善,因此周公举荐康书为周朝的司寇,冉记担任周朝的司空,二人辅佐成王治理国家,美名传于天下,菜书渡流放后去世, 他的儿子名叫胡,胡一改其父就行,遵循德训,实行善行,周公听说后,举荐他做魏国的轻事,魏国被治理得很好,周公向成王建议,又把胡封在菜地,以行菜书的岁石祭祀之礼,就是蔡仲,其与武叔各回封国,没有在周朝廷担任官吏,蔡仲去世,他的儿子蔡伯荒继位,蔡伯荒去世,他的儿子公吼继位, 公吼去世,他的儿子吼侯继位,吼侯去世,他的儿子武侯继位,武侯在位的时候,周历王丢了王位,逃到至地,周公,赵公共同执政,有许多诸侯被叛周氏,武侯去世,他的儿子姨侯继位,姨侯11年,前827,周宣王即位, 28年,前810,姨侯去世,其子黎X侯所是继位,黎侯39年,前771,周幽王被犬戎杀死,周氏衰落冬前,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, 48年,前762,黎侯去世,他的儿子贡侯兴继位,贡侯二年,前760去世,其子戴侯继位,戴侯十年,前750去世,他的儿子宣侯挫妇继位, 宣侯28年,前722,鲁颖公集军位,35年,前715,宣侯去世,他的儿子黄侯封人继位, 黄侯三年,前712年,鲁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鲁颖公,20年,前695,黄侯去世,他的弟弟埃侯县武继位, 埃侯十一年前684,先前,埃侯从陈国娶的夫人,这一年,西侯也从陈国娶了夫人, 西夫人出嫁路过蔡国,埃侯表现极不尊重,西侯大怒,请求楚文王,你带兵来征伐我国, 我向蔡国求救,蔡兵必来援救,楚国借机攻打蔡国,必获胜利, 楚文王召集而行,把蔡埃侯俘获带回楚国,埃侯被扣留在楚国九年,最后死在了楚国, 埃侯在位二十年去世,蔡人拥立埃侯的儿子CX魏国君,就是庙埃侯, 庙埃侯把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夫人,18年前65期,齐桓公和夫人蔡女乘船游玩, 夫人使劲晃船,桓公制止她,她仍然不停止, 桓公大怒,把她送回娘家,却并不断绝关系, 蔡侯也很生气,把齐妹嫁了别人,齐桓公一怒之下讨伐蔡国, 蔡国大败,庙侯被扶,齐国向南进军至楚国少林, 后来各诸侯替蔡侯向齐桓公道歉,齐桓公采放蔡侯回国, 二十九年前六百四十六,庙侯去世,她的儿子庄侯甲午继位, 庄侯三年,前六百四十三年,齐桓公去世, 十四年前六三二年,晋文公在城浦打败了楚国, 二十年前六二六年,楚国的太子商臣杀掉他的父亲郕王夺得王位, 二十五年前六二一年,秦穆公去世, 三十三年前六一三年,楚庄王即位, 三十四年前六一二年,庄侯去世,他的儿子文侯申激利, 文侯十四年前五百九十八,楚庄王讨伐陈国, 杀了夏征书,十五年前五九七, 楚军包围了郑国,郑国国军投降, 楚国又释放政军, 二十年前五九二,文侯去世, 他的儿子景侯故继位, 景侯元年,前五百九十一,楚庄王去世, 四十九年前五四三,景侯给太子般迎娶楚国的女子, 景侯又与儿媳通奸,太子杀死了景侯, 自立为君,就是灵侯, 灵侯二年前五百四十一, 楚国的公子为杀掉国君夹继敖自立为楚王, 就是楚陵王, 九年前五百三十四, 陈国的司徒昭杀死了他的国君陈埃贡, 楚国派公子契级占领陈国, 陈国灭亡, 十二年前五三一, 楚陵王借口蔡陵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, 诱骗蔡陵侯到身地, 预先埋伏假兵, 用酒宴招待陵侯, 陵侯最后被楚人杀死, 跟随陵侯的七十名士兵也遭行受害, 楚陵王又命公子契级围住蔡国, 十一月, 楚国灭掉蔡国, 任命契级做蔡公, 楚国灭亡蔡国三年后, 楚国公子契级杀了楚陵王, 带其围君, 就是平王, 平王找到蔡锦侯的小儿子卢, 立为蔡国国君, 就是平侯, 这一年, 楚国也恢复了陈国, 楚平王刚即位, 打算亲近诸侯, 所以让臣蔡国君的后人继君位, 平侯在位九年后去世, 蔡陵侯的孙子东国打跑平侯的儿子, 自立为国君, 就是盗侯, 盗侯的父亲是尹太子友, 有本是陵侯太子, 平侯继位后杀了尹太子友, 因此平侯一死, 尹太子的儿子东国就攻打平侯的儿子夺取了王位, 盗侯在位三年去世, 他的弟弟昭侯身继位, 昭侯十年前五百零九时去朝见楚昭王, 带着两件漂亮皮衣, 一件献给昭王, 一件自己穿, 楚国另引紫长想要蔡昭侯那一件, 昭侯不给, 紫长就向楚昭王说昭侯的坏话, 把昭侯扣留在楚国达三年之久, 后来蔡昭侯知其中原因, 就把自己那件皮衣献给紫长, 紫长接受皮衣后, 才向楚王建议把昭侯放回国, 蔡侯回国后赶到晋国, 请求晋国帮助蔡国攻处, 十三年前五零六春, 昭侯和魏陵宫在少林举行会盟, 蔡侯暗中收买了周的大夫长红, 请求将蔡国在盟会上的位子排在魏国前面, 魏则派是替臣说魏康书得高功大, 于是魏国排位先于蔡国, 夏季,蔡国暗进国意愿灭掉沈国, 楚王大怒, 发兵攻打蔡国, 蔡昭侯派其子去吴国做人质, 请吴国发兵共同讨伐楚国, 冬季,蔡侯与吴王合驴攻破楚国, 进入楚都城影, 因蔡侯痛恨紫长, 紫长心中害怕, 逃到郑国, 十四年前五百零五, 吴国撤军, 楚昭王光复楚国, 十六年前五零三, 楚国的另隐计划公蔡报酬, 在向民众鼓动时气不成声, 蔡昭侯听说后十分恐惧, 二十六年前四九三, 孔子前往蔡国, 楚昭王讨伐蔡国, 蔡侯恐慌, 向吴国告急, 吴王认为蔡国都城拒吴国太远, 要求蔡侯将其国都签的离吴国近一些, 以便于出兵相救, 蔡昭侯也不与大夫商量, 暗中答应了, 于是吴国出兵救蔡, 并把蔡国都城迁到周来, 二十八年前四九一, 昭侯要去朝见吴王, 蔡国大夫们怕他再次迁都, 就指使一个名叫吏的盗贼杀死昭侯, 然后又杀吏吏以推诿杀君之罪, 于是雍吏昭侯之子, 说为国君就是成侯, 成侯四年前四八七, 宋国灭掉曹国, 十年前四八一, 齐国的田厂杀死了他的国君齐检贡, 十三年前四七八, 楚国灭掉陈国, 十九年前四七二, 成侯去世, 他的儿子生侯产继位, 生侯十五年前四百五十七去世, 他的儿子元侯继位, 元侯六年前四百五十一去世, 他的儿子侯齐继位, 侯齐四年前四百四十七, 楚慧王灭掉蔡国, 蔡侯齐出逃, 蔡国从此祭祀断绝, 国家灭亡, 比陈国晚灭亡三十三年, 博弈考的后人不知道被封在了哪里, 武王发的后人是周王, 在本季中有记载, 管书先叛乱被杀, 没有后代, 周公弹的后人是鲁国君主, 在世家中有记载, 蔡叔渡的后人是蔡国君主, 在管蔡世家有记载, 曹书震夺的后人是曹国君主, 在管蔡世家中有记载, 承书武的后人不知下落, 霍书处的后人分封于霍地, 后被尽县公灭掉, 康书封的后人是魏国君主, 在魏康书世家中有记载, 冉记载的后代下落不明, 太史公说, 管书、蔡书造反的事情, 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, 但周武王死后, 承王年幼, 天下的人都怀疑周公, 权杖承书、 冉记等同母兄弟十人的辅助, 才是天下诸侯共尊周氏, 所以把他们的事迹附记在世家内, 曹书震夺是周武王的弟弟, 武王战胜商咒后, 就把曹的分封给书震夺, 书震夺去世, 他的儿子太伯批继位, 太伯去世, 他的儿子仲军平继位, 仲军平去世, 他的儿子宪伯侯继位, 宪伯侯去世, 其子孝伯云继位, 孝伯云去世, 他的儿子仲伯喜继位, 仲伯二十三年前八百四十二, 周历王逃亡之地, 仲伯三十年前八百三十五去世, 他的弟弟幽伯强继位, 幽伯九年前八百二十六, 他的弟弟苏杀死幽伯, 自立为国君就是戴伯, 戴伯元年前八百二十五, 周宣王已继位三年, 三十年前七九六, 戴伯去世, 他的儿子惠伯四, S继位, 惠伯二十五年前七百七十一, 周幽王被犬戎杀死, 王室东前, 越发栓威, 诸侯纷纷被叛王室, 秦国在这一年开始被列为诸侯, 三十六年前七六零, 惠伯去世, 他的儿子石府继位, 他的弟弟武杀掉石府带自立为君, 就是妙宫, 妙宫在位三年去世, 他的儿子桓公终生继位, 桓公三十五年前七百二十二, 卢颖公继位为君, 四十五年前七一二, 鲁人杀死颖公, 四十六年前七一一, 宋国的华副都杀死宋商公和代父孔父, 五十五年前七百零二, 曹桓公去世, 他的儿子桓公西姑继位, 桓公二十三十, 前六七九, 齐桓公开始做朱盟主, 称霸天下, 三十一年前六七一年, 桓公去世, 他的儿子离公一继礼, 离公在位九年去世, 他的儿子昭公般继礼, 昭公六年, 前六五六年, 齐桓公打败蔡国, 于是来到楚国的少林, 九年, 前六五三年, 昭公去世, 他的儿子贡公相继礼, 贡公十六年, 前六三七年, 起初, 晋国的公子崇尔在逃亡的时候, 路过曹国, 曹国的国君对待仲尔很无礼, 想要观看仲尔长在一起的肋骨, 黎复姬劝谏, 曹军没有听从, 于是黎复姬私下亲近崇尔, 二十一年前六百三十二年, 晋文公崇尔讨伐曹国, 俘虏了曹贡公后返回, 下令禁军不许进入黎复姬家族居住的地方, 有人对晋文公说, 从前齐桓公和诸侯举行会盟, 恢复了异姬国家, 如今您囚禁了曹军, 灭亡同姓国家, 凭什么向天下的诸侯发号施令呢? 晋文公于是将贡公释放回国, 二十五年前六二八, 晋文公去世, 三十五年前六百一十八, 曹贡公去世, 他的儿子文公受继位, 文公在位二十三年去世, 他的儿子宣公抢继位, 宣公在位十七年去世, 他的弟弟成功复出继位, 成功三年前五七五年, 晋立公讨伐曹国, 俘虏成功后返回, 不久又释放了他, 五年前五七三年, 晋国的兰叔, 中行眼命令承华杀了他们的国君立功, 二十三年前五五五年, 成功去世, 他的儿子武功胜继位, 武功二十六年前五百二十九年, 楚国的公子契级杀掉他的国君凌王, 取代他成为国君, 二十七年前五二八年, 武功去世, 他的儿子平功须继位, 平功在位四年去世, 他的儿子到功武继位, 这一年, 宋国, 魏国, 臣国, 郑国都发生了火灾, 道宫八年前五百一十六, 宋景公几位, 九年前五百一十五, 曹道宫去宋国朝会被宋囚禁, 曹国大臣拥立道宫之地也为君, 就是申宫, 道宫最终死在宋国, 后来归葬于曹, 申宫五年, 前五一零, 曹平宫之地通杀申宫自立, 就是尹宫, 尹宫四年, 前五零六, 曹申宫之地路又杀尹宫自立, 就是靖宫, 靖宫四年, 前五百零二死, 其子伯扬继位, 伯扬三年, 前四百九十九, 曹国都城里有一人做梦, 梦见许多君子站在社工那里商议灭掉曹国, 曹书振夺制止了他们, 让他们等待公孙强, 众君子答应了书振夺的要求, 做梦者天亮后找遍了曹国, 也没有公孙强这个人, 做梦者就告诫他的儿子, 我死以后, 你听说公孙强执掌正事, 一定离开曹国, 免遭或是等到博阳即位后喜好涉恋, 六年前四百九十六, 曹国有个农夫公孙强也喜好涉猎, 列的白雁献给博阳, 大谈涉猎之道, 借此商问正事, 博阳高兴之极, 非常宠幸公孙强, 命他做司成来处理政务, 做梦者之子听说后, 逃离了曹国, 公孙强向曹国臣说, 称霸诸侯的主张, 十四年前四八八, 曹国听从公孙强的主义, 背叛禁国, 禁犯宋国, 宋景公公曹, 禁国不救, 十五年前四八七, 宋灭掉曹, 抓曹博阳和公孙强回宋杀掉, 曹国就灭亡了, 太史公说, 我通过探究曹公公不听信贤人黎父姬, 却宠幸后宫美女三百人高成宣彻的事, 得知公公不恕得正, 至于曹叔振夺托梦于人, 岂不是想延长曹国命运吗? 无奈公孙强却不好好治理国家, 曹叔振夺的祭祀香烟终于灭绝了, 武王之地管菜集货, 周公居乡流言是作, 狼拔至奸吃消讨饿, 胡能改行克负其绝, 县武直楚玉兮礼薄, 木猴鲁齐荡周乖穴, 曹贡清晋腹姬先绝, 柏阳梦涉坐轻振夺, 大丑桑梦涉坐轻振夺, 大丑桑梦涉坐轻振夺, 大丑桑梦涉坐轻振夺,